大家好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 今天是2019年11月20号 就在昨天美国参议院以全票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后 今天下午我们看到美国的众议院为了加快这个速度 以口头投票的方式认同昨天下午参议院通过这个版本的草案 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之间就版本的不同这种文字上的区别 再做一些来回的反复 这样的话这个法案目前只需要总统川普签署就会马上生效 根据法案的规定美国每年会审视香港的资质程度 是否合资格享有特殊的关税待遇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就是追责 如果通过了以后任何涉及影响甚至是打压 香港民主自由运动的这些政客以及相关的机构都会受到制裁 包括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 禁止他们入境 这些措施都在考虑之中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参议院在这个事情上 在一个针对海外的一个示威事件上 所表现出来的力度和速度都是空前的 据有关人士的统计 这是在自珍珠港事件以后 第一次显示出这种程度的高度的移植和团结 当时珍珠港事件里面对日宣战也只有一名反对票 而这次针对香港竟然没有一票反对 就迅速通过了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宣布以后 会对香港的执法当局特别是警队 以及相关比如说律政司这些人员会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 说白了他们的那些比如说林中月娥中央对他们肯定有所许诺 就像当年的特首不管犯了多大的错误都会给安排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职务 容光退休吃香的喝辣的而且享有一定的待遇 有面子也有礼子 但是普通的警队成员如果也被这个法案制裁 谁会为他们出头呢 所以这个东西肯定会对一般的这个执法的人员 以及司法界的人士产生极强的一个震慑作用 那么我们这两天就看到网上有一些传言 特别是在脸书以及在香港的这个联灯讨论区上 他们传什么呢 说香港的律政司司长郑若华 他在英国前几天被示威人士 这个在推赏里面他摔倒受伤 本来他应该是前几天就返回香港继续工作的 但是律政司发表了一个声明 说律政司长在伦敦遇袭受伤后 需要继续接受治疗仍然没有康复 当咨询医生意见后有进一步消息 司长会适时交代 在此期间司长仍然会继续处理公务 他也感谢各界的慰问 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各界有不同的解读 首先他当时受伤 甚至有人怀疑警方并没有确认 说这是歹头打的 很有可能是在这种非常时间非常紧张的这种短期的冲突里面 他自己摔倒了 不管怎么样 这个不应该是重伤 他仍然没有按期回来 这引起了一些人的揣测 因为现在香港事件发展到这个程度 每一个小细节都可能被各方无限的放大 希望这个事情是有利于往自己的方向发展的冰山的一角 果必虚然我们看到有些示威人士 以及支持他们的相关人士 有些评论 感觉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美国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那么除了特首以外这种高级官员 底下的司局级官员 像律政司以及高级警务人员 他们都人心慌慌 不敢回港 或者说想在这个最紧张的时候 火山的口上不要卷进来 或者找借口不卷进来 这样免于被美国制裁 因为他制裁的话不一定是本人 连家人都会被制裁 这样的话 他们可能会卷入一个他们无法掌控的一个漩涡里面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 郑若华可能是故意拖着 在英国不回来 这样的话是自己要脚底下抹油 这么一个前奏 那么我本人呢 对这种看法感觉到有点一厢情愿 因为我们看到郑若华 他本人在伦敦 他并没有闲着 他还跑到了中国驻伦敦大使馆 在那里参加活动 并且发表了一个非常非常令人震惊 或者说大跌眼镜的这么一个声明 那这是有关于什么的呢 关于另外一位姓郑的 你看现在最近这几天啊 姓郑的这个新闻太多了 那就是原来英国驻香港总理事馆的工作人员 郑文杰 他前段时间啊 是个新闻人物 那就是深圳的国宝 把他给抓了 抓了以后呢 按照中央电视台公布的这个相关消息 说郑文杰是在深圳嫖娼 被执法人员抓获 然后那对犯罪事实公认不讳 那么他回到了香港以后 他反水了 他的说法 那可跟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说法 可是大相径庭 他自己说 他八月从香港前往深圳出差的时候 在乘高铁返回香港的途中失联 那就是被警察抓起来了 抓起来以后都干了什么呢 国安盘问他的时候 把双手用铁链吊起 盘问的主要内容是 不是关于他嫖娼 是要他承认自己是代表英国政府煽动香港扫办的黑手 他说 他想知道英国在香港事文中扮演的角色 问我 就是问郑文杰本人和英国领事馆 为社会者提供了什么样的机缘 还有装备 还有支持 郑本人说 他的工作实际上是纯粹是观察 因为他是这个大使馆的社会监督工作 他不涉及任何指挥或者直接介入活动 这也符合我们对这种英国大使馆在香港这种机构的一个常识性的判断 他不会让一个中层甚至基层人员参入到这么敏感的活动里边来 那么郑文杰还对媒体说 他在盘问的过程中受到殴打 说 博宝他殴打我的各个部位 比如说我的脚步容易受伤的部位 审讯员不让我睡觉 还迫使我唱中国国歌 让我保持心想 我被戴上了镂铬 蒙上眼镜 戴上头罩 他的这些描述都和我们在生活的实际当中 以及媒体的报道里面 对中国执法人员 尤其是国安的执法人员 他的这个套路是比较吻合的 那么郑文杰还说 出于以上所说的这些 对他上的这些手段 吹恐惧 他交出了自己的手机和社交媒体账号 也提供了总领馆他觉得和军事和情报背景的 有这份背景的两官员的名字 也交代了一些参与抗议混乱者的情况 所以啊 这个郑文杰他实际上是招了 那么至于他嫖娼的这个事情 郑文杰自己说 他是因为受到了误打 他是被迫做出的这种回国书 那为这个事情呢 英国国家大臣尼克拉布召见了中国驻英大使 他谴责中国对待郑文杰的方式 称之为这等同于酷刑吧 拉布对BBC也说 我们对郑文杰在中国大陆啊 被拘留期间所遭到的不光彩的虐待啊 感到愤怒 我们已经明确表示 我们期待中国当局追查并追究责任人 那么 这个事情 中国的外日部发言人耿爽啊 以后啊 我们把他叫耿不爽的了 因为我没有看到他任何一个事情 他爽 在这个事情上 他尤其不爽啊 他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 回答郑文杰案件的时候 他否认对郑文杰实施了苦行 那么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真的是个罗山门了 但我们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 那就是 英国 这位拉布 英国国家大臣 他 向他的 那个中方同好 向中国中国中国大使刘晓明 提出抗议的时候 他的根据 是 啊 他的郑文杰的后来的描述 那么我们不知道耿爽在周三的记者会上 他否认这些东西啊 他的根据啊 在哪里 另外啊 我们从郑文杰当年被捕的新闻细节里可以看出一些貌力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对中共的这种啊国保的操作手法 尤其是涉及啊 这是外交领事馆的一位工作人员 他会相当小心的 所以在虐待他的这些细节上 虽然和我们的常识啊 对中共司法制度 还有他的这个啊 执法人员的素质 这些东西我们表示怀疑是是比较吻合 但是如果涉及到像郑文杰这种身份 我们又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只有当事人知道 我们并不清楚 但是有一点是可疑的 那就是这种事情啊 由于他的敏感度 执法当局肯定是相当重视的 像朴章这种事 他肯定是要捉奸在床嘛 但是对郑文杰 当时是在口岸抓住了他 那就是郑文杰案子 他在在走几步 他就过关进了香港了 这是在海关把他逮住的 那为什么没有在现场逮住他 而是在海关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这可不是小事 这是这说明的证据上 未必很充分 还有一个按照中方的这种 做事的逻辑和态度 他应该找一个特殊职业的女性 到电视上去亲自来指控郑 说我就是给他服务的 他给了我钱 怎么怎么着 后来警察又逮住了我 我就交代出来了 这些我们都没有看到 但是为了不这么做的代价是什么呢 不这么做的代价就是令人可疑啊 因为他又这个这个证 他又不是什么高层的人员 特别敏感的人物 如果为了整他 如果又有详实的证据 那就亮出证据 这是对郑文杰 以及英国领事馆最大的打击 但是我们看到中方没有这么做 反而我们看到以前在 一个莫名其妙的这个雷扬案里面 雷扬就是人民大学一个老师嘛 对吧 啊不对 他是毕业于人民大学 在中国的一个机关里 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这个小机关干部 在他被遭遇到不测以后 为了坐实对他的案子 我竟然动用了啊 这个季女啊 这个性供重者 后来到中央电视台献身说法 说的唯妙唯笑 说是他提供服务 他怎么提供服务的 他怎么后来把有关的证据销毁的 他说的跟真的似的 事实后来证明怎么样 事实后来就是啊 这个事情谁也不准再提了 雷扬的家庭得到了巨额的赔偿啊 在电视上啊 也指控他也出来作证的啊 当年那个警队的负责人被开除 后来那个警队的队长成了上访户 因为他是执行任务嘛 你怎么能这么严重的处理我呢 我后来说好啊 我后来编造出这些东西 也是领导让我干的啊 但是谁会听你的这些辩解呢 所以那个时候啊 通过雷扬这个案子 我们在和这个啊 郑这个小郑的案子做对比 我们感觉到这里边的疑点 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么现在郑先生 他已经逃离了香港啊 进入第三国寻求庇护 因为啊 他的这个现在他有几头不落好 因为英国也就是在外交上做些姿态 那么英国领事馆肯定不会再用他了 因为他在里面把一些确实可能涉及机密的信息给了中方嘛 那中方把他打成了这样一个样子啊 就也绝对不会再给他们好脸色 所以他跑啊 是作为个人来讲 也是最佳的一个选择了 那么 郑若华对他这个本家啊 郑文杰说了什么话呢 我们看到他的这番声明啊 可以说是让各界都极其的啊 这个感到震惊 他 郑若华在伦敦中国使馆参加活动的时候 被问到此事 他说郑文杰应该向中国当局有关部门反映此事 你看这个就很奇怪 你看这个郑文杰是港人啊 他在中国大陆受到了警察的虐待 或者说据称受到虐待 那你这个娘家人 你是香港律师司的司长 你起码应该在名义上啊 表示 做出你应该有的姿态 比如说 希望中方能够认真调查 给一个明确的结论 反而是英国外交大臣就此事向中国提出质疑 所以这个事实上真的看到 这个香港的这些 郑政司这个官员 这个郑若华 他跟中方的啊 这些公安部啊 这个警察大队 这个刑警大队队长 几乎是差不多了 那就是屁股确定脑袋 他坐在这个位置上了 他根本不管自己是为港人服务的 还是为谁服务的 只要能够保住他的位置 能够让他在北京的主子那儿 多给他几块骨头 有个好脸色 他根本不顾香港普通民众的这个生死存亡和切身利益 否则的话 他不会说的这么干脆 这么利索 就是哎 这事后来没关系 你去找中国去反映情况去 这个真的是令人感到心寒 那么虽然郑若华啊 因为怕已经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对自己和家人造成制裁 从而不回港 这个消息啊 可能不太靠谱 但是这个思路 绝对是靠谱的 我奉劝香港的各级官员 其实包括林郑月娥要早做打算 因为他们打交道的他们北边这个阿爷呀 实在是他们也未必了解 或者说即使了解也没有办法 他上了这个床呀 不能轻易下下了 那比敌人的下场还惨 因为中共对待叛徒的手段 比对待敌人是要惨烈一百倍 那么 必是对自己人 如果到某些运动的紧急关头 如果和中央 或者说打个引号的中央 那就是中央的某些派别 或者中央的某些领导人 意见不能完全一致 他们下手啊 也是特别狠 包括香港 那么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当年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 许家屯先生 他也是中共在香港的最高代表 许家屯回忆录啊 是我第一本全面彻底清晰客观的 了解香港情况的一本书 说起来 这都是当年中国还是有一段 政治气氛相对宽松 民间的舆论相对自由的一段时间 当年我买了许家屯 这个回忆录这本禁书 竟然是在许家屯 他的劳动家 新华社总社的对面 那个玄武门 当时那个路灯底下地摊上 各种违禁物品 各种这个违禁书 都能很自然的买到 说白了 也没看到当时的社会乱到哪去 今天比当年是乱多了 OK 我们话说回来 我们看许家屯回忆录里面 他讲了很多的细节 他为什么最后下定决心 要跟北京决裂 走向叛逃的这个路子 他的级别是非常高的 他跟邓小平 他熟悉邓小平的委托到香港 筹备香港回归 在香港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个工农病学上可以说 许家屯的朋友 变天下 他最后和中央就是在六四的处理问题上 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他本人比较开明 他不赞同对学生采取暴力手段 赵紫阳赞同他的看法 但是随着赵紫阳的这个失事 那许家屯自觉也是感觉到低位不保 但如果仅仅是丢官可能也就罢了 他不担心这个 他回北京开会 他已经意识到了一些气氛 那当时呢 我记得很清楚 许家屯的回忆录里面提到 当时海南省省长梁湘也出事了 但梁湘出事以后 中共中央是怎么对付他的呢 是对海南的第一把手 海南改革开放的这个拓荒者 拓荒牛 中共中央是给梁湘发了个通知 说你到北京来开会 到了北京以后 在北京机场就直接被带走 从此以后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许家屯对当年 中共中央对自己的省部级的高干 这种致力于改革的这种大将 闯将采取这么冷酷的手段 他感到很寒心 也感到很害怕 梁湘事件对他最后下决心 还是要保证自己在人身安全上 要做一个备份方案 所以他那个时候 他就准备动了叛逃的心思 那当时话说回来 我们看到纽约时报 后来也有一些访问 这里边也提到了明镜的何老板 何老板了解的情况也很多 当时这个许家屯动了逃跑的心思以后 他为了安全 他没有露出任何风声 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 他当时不想在北京待着 他就在南方待着了 因为北京是风河浪尖 这个很危险 他就到南方在深圳待着 有一天他在这个香港 在深圳的新华社封门口散步 一件行李都没带 但是散步散步走着走着 他这个轨迹就和别人不一样了 他在家人的一个家人的陪伴下 应该是他的助手了 许家屯带着一顶高尔夫球帽 掩饰身份 在罗湖过境进入香港 我记得好像在许家屯回忆录里面 许家屯带着高尔夫球帽 在罗湖入境的时候 还被边境检察人员认出来了 那个人还问他 又说是许社长又回香港了 他微微一笑就赶紧过了 当时如果再晚几个小时 恐怕这个禁止他入境的出境的 这个质量就过来了 这个警察这个边境人士肯定不会 让他走 那么当时他赶紧过了罗湖 进了香港以后登上一列火车 在上水站下车 沿着铁轨走了100英尺 大概30米吧 他的一个朋友 这个金剑一开车来接他 从这个时候 许家屯就走上了不归路 当天晚上他从深圳入境香港的 当天晚上北京的指令 就到了新华社的深圳分社 要求马上没收 许家屯的护照 但这时候已经晚了 我估计相差也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许家屯当然 他当时在香港给代表片写了一封信 由新华社香港分社转交 他在信里面承诺不会泄露任何秘密 寄出这封信的金剑一说 这个许家屯的希望是 如果他坚守自己的承诺 他希望自己的家人在中国不会被虐待 希望能够中共对他宽大处理 美国领事馆也深度介入了这个叛逃事件 给许家屯发了一张签证 而且在最后一刻帮他买到了机票 到后来许家屯就一直居住在美国的洛杉矶 当然在美国各地他也经常游走 许先生一直保守着自己的秘密 也保守着自己对共产党的承诺 他从来在美国没有公开的反党 但是共产党也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宽恕 没有满足他能够回家看看的愿望 最后他也是把自己扎把老骨头扔在了美国 扔在了异国他乡 所以从许家屯先生这个经历看来 也不管你当年怎么忠于 共产党忠于北京 怎么为他出生入死 但是对在一些的观点问题上 你如果和他没有能够保持一致 那不但你自己要受害 你的家人都未必能幸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为了这个一石一地的得失 你竟然治香港的广大老百姓的利益 虽余不顾 汉人要镇压这些人 用警报来对付他们 那么你们将要招来这个后果是很惨的 一方面是美国通过这个法案 可能会制裁你和家人 另外一方面 那个老共他们和你也不会甜甜蜜蜜一辈子 所以这个情况 希望香港的这些朋友们心里无数 另外我们看到南华早报 刚刚发布了一条新闻 非常有意思 那就是你别看香港大街上打的这么热闹 打的也很惨烈 但是示威者和建制派或者是政府官员 他们也有一项实力是一致的 诉求也是一致的 那就是希望这个星期天 11月24号的香港区议会选举 能够照常进行 那为什么政府也希望这个区议会选举照常进行了 那么这两位记者叫Gary Chen 我以前也介绍过的这位Gary 他就是当年 这个1967香港暴动 这个香港飞水岭的这部著作的这个作者 还有William Jung 这个政维 他们两位写了这个文章 有很多独家的信息 他们透露 在11月15号 韩正清零广东 在深圳召开了关于香港的一系列会议 很多中央大员以及国安统战港澳事务的官员都参加了这个会议 这整个的会议的基调啊 按照这个内部人士的透露 大家都非常支持香港政府啊 尽快的按期完成这次选举 因为如果不能如期完成的话 第一对社会造成的这种感官非常不好 另外也会给以后两到三年香港的其他选举啊造成混乱啊 到时候啊那就很难收拾 如果这一个推的的话 其余的都得推 这对中央来讲也是不可承受之重 所以他们建议还是要选 当然他们也意识到这次选举的话 这个建制派可能会大败 因为香港整个的民心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反送中事件 这已经进入了第啊 这个二十几周啊 五多月了 那么这个整个的民心没有拧转过来 可能会导致建制派大大输 这个事情以前发生过 在2003年的时候 当时啊 董建华先生是香港特首 他为了尽快通过这个二三条立法 动作粗糙了一点 那么引起香港社会极大的反弹 五十万人上街 这个事情啊就没了 不但导致了啊 这个二三条立法撤回 还导致了当年的香港区会选举 建制派就输的是一塌糊多 这一点上据这篇文章透露 中央是有心理准备的啊 那输得惨的就惨一点 那看起来啊 北京还是有这个心理准备 那么但是据这个南开大学的一些专家讲啊 中央之所以知道有这种隐患还要这么做 就是他们想真正看到啊 在这个他们希望培养一只啊 特别有战斗力 特别有韧性的啊 这个英文他用的叫resilience 特别有韧倦的一支队伍啊 他这么讲啊 可能也是一厢情愿 也可能是没办法 只能找一个好的计料来描述这件事情 那么为了保证这个事情啊 顺利进行这个选举啊 这篇文章透露了很有趣的细节啊 那就是啊 整个香港全境将有620个投票站 那为了保证所有的这个投票管理人员 能够在凌晨6点30分就到达这个投票站啊 进行这个管理投票 确保顺利进行 那每一位投票的这个管理人 这些公务员们或者是志愿者们 每个人能报销800港币的这个酒店费用 这样他们就不用在家里住 而能住在离这个投票站最近的这个啊 呃 酒店里确保他们第二天能赶到 所以这个也是香港政府这次 也是下了工作 想确保这个事情能够啊顺利完成 另外在节目捷径尾声的时候 我们也想用这段时间来回应观众朋友的一些啊关切 比如在昨天的节目做出来以后啊 我提到了啊 就是关于啊香港暴力的一些侧面 比如说啊 那位老婆被人浇上了不明液体燃烧 住进了医院 目前当时没有看到啊 有关对这个事情的跟进报道 也没有看到老婆本人的发言 也不了解当时具体是什么样一个人 实施了这种十分令人愤慨的十分恶劣的行为 那么在我上传了节目以后 那我后来看到香港东网发布了一些消息 也看到中央电视台有一个采访 那个东网发布的消息说警察为这个事件啊已经逮捕了两名嫌疑人 但是我仔细看这个文章发现啊不是这两个人交的液体 而是在现场这两个人也参与了这个口角啊 出出言非常的粗鲁啊影响了公共秩序所以警察把他们扣下来 但是呢好像呃法院判决800多港币就交保了就出去等着再审 那么这个事情啊这两位可能对现场的情况有所了解啊 呃但是这俩不是那个暴徒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里关媒体直接说啊这个香港的法院啊 竟然800美金800港币保释放走了暴徒啊 对不起我看你这就是造谣这又是在无中生有 在继续要挑起大陆的抽纲情绪啊 这两位你不是暴徒当然现场表现也不好 那可能仅仅是个啊情绪激动这个粗言粗鲁了一点啊 这个不是那个烧人的那位啊 这个这个错误比起大陆的报纸信口雌黄啊颠倒黑白啊 不顾事实上这点啊这个不可同日而语 另外另外一个事件就是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啊 不远万里从北京飞到香港采访谁呢 采访了据称是这位老伯啊老伯的太太啊 这个太太呢背对着镜头接受采访没有露出面部 当然据说啊是为了保护隐私啊 太太并没有对啊 当时到底是谁干了这个事情啊 透露任何一点细节 比如说身高多少 我会怎么做的对不动作啊 弄完以后跑哪去了 没有任何细节 只是说啊 他老伯被点燃以后啊 这个送进了医院 他的女儿把照片传给了他 两个人看了都会难受 他们希望这个事情啊 暴徒赶紧出手 那个不要让香港继续陷于混乱之中 那么对这样一个采访啊 说白了 我们感觉到特别的遗憾 因为什么呢 首先这个事情 当事者是老伯 那他是不是那个伤情重到了 不能接受采访的程度 我们不知道 反正他没有接受采访了 让他太太 他太太对现在的情况基本完全不了解 你说中央电视台 你采访他有什么必要呢 再一个从这个选择采访媒体的角度讲 香港有很多出色的媒体可以完成这些什么样 他们都没有进行这个采访 比如说英文可以找南华早报 中文 有香港零腰 有香港电台 有其他的一些中文报纸 香港有限 这三家都是非常好的 或者不行 找国际媒体都可以 但是他偏偏选择了 CCTV 这个我们相信是中央电视台和中联办以及香港有关机构警队 他们想选一家万无一失的媒体来采访 那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是个丢分的事情 因为中央电视台在类似的这种重大纷争 重大的社会事件面前 他们采访的能力和采访的公信度是非常低的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也提到了 就像当年的雷扬 他们竟然没有做任何审核和身份的核实 也没有做对事实本身做任何调查 就把警察派来的这个卖衣女弄到这个电视屏幕上 声嘞俱下的 会声会色的 讲当年 这个雷扬是怎么接受他服务的 怎么怎么着 说的跟真的似的 最后证明都是胡扯 但是中央电视台也是衙门这个作风 我们从来没有见中央电视台就类似的事情 比如他这个出了假经文 或者说于事实不服 他们做出后任何道歉或者澄清 从来没有 一贯正确 天然正确 伪光正 在这个事情上 让老伯的家人来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让本来一个是非常可信的事情 画上了问号 这个不值得 在公关上是一个副分 那么我们希望老伯身体能够尽快康复 能够接受正经八百的媒体的采访 把当时的事情尽快的还原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对这个歹徒 给予最严厉的这种谴责 我们希望能够有人把它绳之以法 因为这已经和信仰和你的政治理念 没有任何关系 这种暴行必须得到相应的惩处 好 这就是今天这一期的世界的中国 我们欢迎您在推特上关注并且留言 也欢迎您在YouTube上搜索并且关注 这个节目的子妹篇叫平定天下 诚诚的平 安定的定 平定天下 那个节目也非常的及时 当然它的题目更宽泛 不只局限于中国 而且我们在话题上也非常的丰富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